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棋长情讲座的基本棋型 白棋二箭高架 黑棋跳 白棋跳 看白棋有飞的下方 这个都是差不多 黑棋补助 这样一个定势或者说是棋型 在我们的这个实战当中呢 肯定是这个是出现了很多 出现了很多 你要说这个定势 或者说我们当然说呢 谁都会下 谁都会下 可能也呢 谁都下过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对于这个以后 这个招法 具体怎么下 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 怎么下呢 或许呢 想必大家呢 就不见得能够了解得那么清楚 我们呢 本期呢就来看看这个以后 这个棋型以后 双方呢 应该如何呢 正确的这个应对 在前几期的讲座中呢 我们曾经讲到过啊 这样这个定势的一些这个变化 但是呢围棋 它是千变万化的 每这个一路 差了一路啊 每个子都差了一路 那么它所引出来的变化呢 自然呢会相差很多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 黑棋啊 黑棋以后啊 如果想在这一代新棋啊 补棋的话呢 当然了 最朴实啊 最简单的 就顶一手 这个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嗯 补得非常的结实 黑棋补得非常的结实 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呢 呃 它的不读之数呢 很明显 其实也很明显的 可以看出来呢 有些缓 啊 有些缓 嗯 打个比方 那么就是说呢 拆二以后啊 这个黑棋跳起来 这个呢 还比较普通 但是这个靠啊 和这个黑棋 这个利交换呢 好像呢 还是呢 白棋呢 稍微呢 占了点便宜 稍微占了点便宜 当然 在这边这个 这个方向 价值不大的情况下 啊 那么我就顶一个 也是无可或或非 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厚实的一种 嗯 另外一种呢 在这边啊 如果有黑子帮忙啊 或者这边有情况 有模样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呢 稍微这个 呃 积极一点的下 比如说在这一代 或者这一代 开拆一个啊 嗯 又 又有拆的意思 又有加住这个白棋 这个子的意思 嗯 这样呢 是不错的 不错的 这个呢 攻击性的比较强 但是前提是呢 这边呢 要是黑棋呢 有子律啊 如果就是只是 白棋在这边有子律 你再走的话 这个很容易以后 被白棋啊 反而肩过来反击 啊 肩下来反击 你这个子 反而有可能呢 自己呢 变成了一块骨气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呢 嗯 在这个啊 这边 黑棋呢 也还比较坚实的情况下呢 可以考虑了 这就是说 飞一个 也可以啊 飞一个就是呢 捞取运的实地啊 这就是说呢 也隐隐约约呢 含有一些 对它的攻势 这个下法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这个是处于 这个夹击啊 墙内攻击 和这个顶啊 这个防守的 这个中间的一带的位置 这个呢 也是还可以的 所以黑棋的下法呢 相对当然也比较简单 就是这三种啊 就是说 这边价值不大啊 出于防守阶段 你就选择顶一个 如果这边 是我这个黑子斑马 那你就应该选择啊 这个 强烈的夹击 攻击它 如果这处于 我们所说的这个之间 这介于这个之间呢 你可以考虑 这个小飞一个 这黑棋的下法 相对来说呢 还是呢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以后 白棋 这个怎么下 怎么下 这个就是说 需要呢 就是说这个 变化呢 就比较多啊 就需要呢 这个研究一下 那么这时候 白棋下啊 有时候我们经常见到 这个爱好者们啊 这个采取 跳点 甚至于啊 有些书上的 还这么说过 靠啊 这个是白棋 以后的后续手段 等你扳 那么我再断 我再断 你黑棋怎么打吃啊 那么我以后再吃一个 再吃一个 提掉 白棋呢 可以先手呢 获得一些便宜 有些话者呢 在税局中呢 也就是说 也这么下了 但是呢 根据这个 我们的研究啊 这个新的研究来说 这个认为这个白棋 这个下法 是非常的俗 非常的俗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棋 白棋虽然走了一串 这个先手 很舒服的先手交换 但是呢 它其实非常俗 第一 它这个 这一点以后 把这个黑棋的头啊 点的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 本来说 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点的话 至少你以后可以 上面靠 上面靠 但你需要扩张 这边的时候 上面靠 黑的这个头 还是比较软 你点呢 给它点的特别硬 这个是 第二呢 你靠完以后 送吃这一个子 送吃这一个子以后 把黑棋呢 就是说 这块棋啊 完全的是 给走活了 这块棋就是 黑棋已经完全做活了 这个是白的损失 其二 其三呢 就是说 如果走完以后 你白棋不走 以后被黑棋 这一防点 这一防点 这个棋啊 就是说 白棋自身 这些子 都有可能 成为这个 黑棋的攻击对象 成为这个 黑棋的攻击对象 白棋 你还得沾 那么黑棋 我再一加 对吧 这个太苦了 这个相当的苦 这个 飞也可以 就跳也可以 可以看出 白棋相当的苦 黑棋这个地方 几乎是活棋 以后一直 爬一个也是活的 虎一个也是活的 这个白棋很苦 那么如果你不想那么苦 你还得虎补一个 那么呢 还落了个后手 就是走了一个后手 走了一个后手 虽然这边有所得 但是呢 当黑棋这边都加强了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可以说呢 是一个这个 俗手 是一个俗手 那么 当然 还有些过程中 俗上肯定也教大家 就是 我靠完 断完以后 不要 大家 不要急着打 白棋这个 不要急着打 保留这个打和这个打的权利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呢 也没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意思 反正这个形状 如果你白棋走 大概呢 以后要走 也就打实了 提掉 如果你白棋不走 我黑棋 大家注意 一样的手段 这个棋 黑棋要走 它总是走在这里 走在这里 走这个呢 力度差了一些 走这个力度 当然也可以 但这个被上面打了以后呢 你张上以后呢 当然黑棋也没什么坏 但力度呢 还不够 飞这个最好 这个白棋如果打上面呢 你就提掉 这个就不是藏出去了 这个是飞出去了 那白棋 如果你不打这个 你打这个呢 那又还原成我们刚才一个变化 还原成刚才一个变化 这个可以说呢 还是呢 白棋不太好 所以 对于 这样一个形状 对于这样一个形状 就是说呢 我们首先 和刨去 白棋这个点完靠的手段 曾经 可能也是流行 或者是曾经 有这么下的手段呢 我们呢 可以把它给 这个忘记了 可以把它忘记了 这个下法 在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不好的 那么 还有说 这个 我不靠这个 靠这个 怎么样 这个确实 这个可以说确实呢 是一部 就是说 比较凶的棋 比较凶的棋 接下来 黑棋如果退 那么白棋也退 白棋也退 这个形状 和刚 与刚才 就靠完以后 也是分柱这边 与刚才被 这个 黑棋 拔掉一个子来讲 这个区别太大了 这个区别 这个黑棋完全不能接受 刚才拔掉一个子 是已经完全活尽了 现在这个随时被人家一挡 这个是 又有木又收官 而且还威胁你的死活 黑棋这个里面就不活了 这个区别 这个差不起 这个我们常说 这个呢 肯定是黑棋不能满意的 黑棋不能满意 黑棋在白棋 靠的时候不能软弱 那么呢 扳 怎么样呢 这个呢 还是呢 劣险过分 或者说呢 也要根据这个外面的情况 看能不能扳 当然如果 除了这个是黑棋的势力 那黑棋可以考虑扳 那扳下来以后 白棋势必要加 加死这个 这个段就属手了 扳人家提一个子就属手了 你加 那么黑棋呢 也是打次 那么这时候白棋 当然呢 就没有必要 去打次这一下 走这一个属手 这样的白棋 已经把黑棋呢 分断在外面 然后呢 这可以考虑啊 从这里 震过来攻击 或者呢 从这里 飞过来攻击 比如说这样 这个结果呢 白棋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从这两块棋来说呢 对跑 白棋呢 并不怕 并不怕 这个呢 局部来说是差不多 但如果这边 我们刚才说了 黑棋的势力的话 范围的话呢 那么黑棋还能下 但如果是白棋势力的话 以后有可能这一点 吃掉了这个子 这个棋型 还有可能成为 被对方攻击对象的话呢 那么这个棋啊 就是说呢 黑棋 是这个失败了 黑棋是失败的 那么对于这个白棋 这一靠 外靠 黑棋呢 最好的下法呢 也不能说 如果就是 班呢 可能有点显过分 最好的下法 其实就是熟底一个 那就熟底 这招看上去很熟 但是呢 接下来 这一段 还是非常厉害 还是非常有利 这个棋 白棋也被黑棋断开了 这个作章呢 应该说黑棋 是完全可信 然后白棋张 黑棋 就可以 这个拐住 拐住 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棋 肩 当然也是个棋型 但是呢 这个棋要拐住 拐住的好处呢 就紧住 这个 白棋的一气棋 这个紧住一气 对以后作战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白棋 不能被黑棋搬进去 那得跳 黑棋呢 就藏出来 这个黑棋 完全可以作战 白棋这块 和这三个子 也都很拘处 也都很拘处 黑棋作战呢 应该是有利的位置 因为黑棋本身这个 你跳出来 我就跳出来 这块棋以后 随时 随时一爬 它就是一块火棋 这个呢 白棋没什么 不能满意 黑棋没什么不满意 这个白棋作战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呢 看来这个靠 遭到黑棋 这个顶段的反击 白棋呢 作战呢 还是有那么一些 这个勉强 有一些勉强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这个 白棋这个靠 也呢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那么呢 这个棋 作为白棋 应该如何下呢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首先 一般大家注意 不要持手 这个轻易去把这个点掉 因为点掉以后 我刚才说了 这个太厚 以后你肯定留有机会 是吧 第一 靠 靠以后就扩在那边 或者压住这个黑的头 留有这个手的 第二个关键是呢 还有在这里呢 留有一些这个小手筋 我们来看看 这个白棋 其实正确的下法呢 就是坚硬 就是稳健的坚硬 黑棋爬 白棋呢 就退 白棋就退 好 很朴实 这个招法很朴实 但是呢 他也有他的内涵 那么接下来 黑棋呢 正确的下法呢 一般来说呢 就补一手算 就补一手算 这样的结果交换呢 不管怎么说 白棋呢 是走在上面 黑棋呢 走在的下面 走在的下面 白棋走在外面 黑棋走在里面 也就是说整个来说呢 就是说 白棋通过这先手的交换呢 至少加强了外面 对外面以后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也呢 就是说呢 有不小的这个便宜 我们认为也有不小的便宜 那么 尤其 如果不补呢 我黑棋为什么要补一个 是吧 不补你有什么手段 你点我没有用 点我就粘上 你这底下没有任何棋啊 那么如果 这手黑棋再不走 那么白棋呢 它会长留着 很厉害的 这个后续手 那么它最厉害的后续手段就是 又是朴实的坚硬 又是朴实的坚硬 刚才一坚 这个现在在朴实的坚硬 这个这个骑行啊 就是说黑棋啊 就开始难受了 难受了 这个点是永远不能随便点的 那么 你当人家爬了 那么我就 在顶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树来 一个一个树来 这个棋 这个就难办了 如果 你打了 那么这时候 白棋就要 出手筋 它尖一个 飞行眼尖不能打了 也不能沾了 这都要被人家挖断了 那只能沾这个 然后白棋很舒服的先手竖下来 还得沾 那么整个一块棋 这个先被竖一下 这个木竖大树 而整个一块棋 全在二路 全在二路 这个呢 眼位还不足 以后还是这个白棋 攻击的目标 那么这个黑棋 实在是太难受 更何况 就是说 白棋根据需要 白棋根据需要 它还可以 采取挖的手段 如果你只是退 那这个扇被断了 太大了 你打吃呢 它还有打热的可能 跟你打结 这个结你要不敢打 那么它一沾上 下面都要死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 这个不行 那么黑棋不行的话 这个棋 那我就不能挡 不用打那么 就只有力 那么白棋 这一冲以后 大家也就明显地看出来了 这块整块黑棋 它甚至走一个也行 把这个刺掉也行 都走掉 整块黑棋 在这个底下 木树就不弹了 只剩下一只后手 这里还是一个后手 那马上就变成一块 非常这个沉重的枯齐 非常沉重的枯齐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 面对白棋的这个手段 几乎是很难抵挡 很难抵挡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刚才说 黑棋 在白棋 这个尖了以后呢 只能呢 本手补一个 只能补一手补一个 这是我们所说的 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因 那么呢 到了这个提完以后 可以说呢 在这个局部是白棋的一个正常的定型 正常的定型 白棋可以通过 需要 如果你需要的话 就是在外面走两手 走两手 走两手 骑以后呢 就是呢 加强这个自身 加强这个外面 获得一定利益 而且呢 几乎呢 是一个先手的味道 也只能呢 老老实实补一手 把这个底下 彻底的 活个干净 获得一定木属 当然 白棋的这个 尖和退的需要 你要根据这个全局的需要 如果你是尖的退 和人家交换 你这两个 一点用没有 那当然也就没有意思了 没有意思 还是这个 有这个先手 这个虽然说是正确下方 但是还是呢 你看全局的需要 到了这里呢 也有其有 就会问 也有其有 就会问 哎 这个不是很厉害吗 那我直接就来嘛 何必那么客气呢 还得先补一手 我直接就来 你不是要走这个吗 那么我就 直接就来这一招呢 是吧 当然了 如果 直接 尖了顶 就能成立的话 那么呢 是非常的严厉 或者反过来说 甚至于说 如果白棋直接尖了顶 都能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黑棋 就不能称之为定时 是吧 不能称之为定时 因为这个后续手段 太厉害了 直接尖顶呢 但是黑棋呢 这时候呢 会有这个 抵抗手段 那么黑棋会爬 白棋 顶 黑棋挡住 白棋 这时候 在尖的时候 黑棋呢 会张闪 那么你冲的时候 注意 这个时候 你没有这两个子 搬盲了以后 黑棋 它就不会 这个老老实实 沾上 你再直接 它就会 直接靠起来 直接靠起来 由于 没有这个 补这个棋 你这个自身 不够厚 这个白棋 勉强 比如说 白棋 如果你 搬 对吧 那么它就退 你补这个断点 那么我就算 挤掉 那么我再沾上 你的白棋 这一串 不能够 对黑棋 整个 形成威胁 反而 自己 走出一个 有点像 姑且 这个味道来的话 那这个白棋 肯定是大亏 大亏 冲击量便宜的 就是这里 多了个字 这个是大亏 与这个图形 这个可以说是 天然之别 天然之别 大家可以 清楚 简单的 就可以看到 那么我靠断的时候 我白棋 强行不武 我不武这个 我就直接给你断 那么呢 这个呢 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这个黑棋呢 就断 白棋呢 叫吃 黑棋 这个呢 就长一个 就长一个 那么 白的 贴 黑棋 这个地方还可以 它就呢 就直接搬住 吃掉也行 简单点就是 我们先吃掉再搬住 这个看得清 当然不吃呢 更好 味道更好一些 这样呢 白棋也不过呢 很委屈的 吃掉了 这几个子 这个 这个整个外围呢 都为黑棋 所得的 那个白棋呢 不便宜 可以说是吃亏了 所以说呢 这个直接 今天呢 黑棋可以 沾上以后 靠出来反击 那么你 这个地方啊 我说 我先不走 我先尖 白棋啊 我尽量想办法 我先尖这个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呢 也不会 也不会简单去打 黑棋可能就 顶住 你走这个 那么我再靠出来 这个虽然吃掉这一个子 但是呢 很显然 外围呢 损失更大 外围损失更大 如果还有一种 我更激烈一点 我直接先尖这个 我直接就是尖这个 尖这个时候呢 那么 作为黑棋 如果 那么呢 我就 这时候可以打 如果你直接捕这个呢 这个棋型啊 跟刚才相比呢 就要差不少 差不少 这样 刚才是这个棋 我们看一看 这个形状 黑棋很结实 这个形状呢 就要差不少 这个形状差不少 以后呢 白棋有可能有点的怪味道 有点的这个 冲断的怪味道 这个 留有这个怪味道呢 是会有些讨厌的 会有些讨厌的 不过黑棋呢 它也有办法 就是你 尖的时候 我先打 先让你损啊 你再尖这个的时候 那我不硬 我呢 打尺 打尺 打尺这个呢 就可以防守住这个 白棋了 你张 张我一爬 你这个夹没有用 你这个夹没有用 那么你白棋 势必呢 只有挡下来 只有挡下来 那么我黑棋 提掉 有了这个提以后呢 这块黑棋 几乎算了 基本上已经就是 是块活棋了 那么我说要活棋的话呢 你这个冲下来 对我呢 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接着呢 我再把这个飞出来 这个有可能白棋 走的这两个子 反而变成了一个呢 加重这个子的恶手 变成一块 自己反而呢 变成一块鼓棋 那么竖下来 破掉黑棋 这两三木棋 是毫无意义的 只要黑棋 这个是一块活棋 或者说是一块厚的棋 那么呢 黑棋呢 就还是可以满意 那么 看到这几个变化以后呢 我们呢 就是说呢 也就知道 也就知道 就是说 白棋啊 如果想急于求成 先去接 不管你先接哪边 先接这边 还是先接那边 去急于求成 想冲击黑棋呢 还是没有呢 这个什么好的结果 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作为白棋来说 正常的话呢 当你需要 当你需要 在这边有用的话呢 这个尖一个 是一个局部呢 比较好的手段 黑棋呢 也需要做个防守 当白棋这时候 再尖一下 再退也可以 也可以 黑棋呢 它就可能防守到这边去 如果你不接呢 它就防守在这 这个呢 是也可以的 当白棋需要在这边 需要子力 帮忙的时候 那么呢 白棋这个下方 在这个局部 可以说呢 是很好的 很好的 当然了 我们还是不能忘了一点 白棋还有另外一种的呢 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 这个靠 这个靠也是很实用的下方 靠一层 靠的目的 大家也很 一看就一目了然 就是搬白棋 你说在这边 有势力范围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旗行 那么在这个旗行 白棋呢 靠这个 也是一个很好 就是说你搬 那么我就退 这里有点断 或者有直接断 等你在这补呢 我就是说呢 看清这边 以这边 这个大的地方 为重 这个下方呢 也是很好 也是很好 总之来说 对于这个旗行 来说 作为黑棋来下 很简单 主要是两种 一种就是 要不就自己补 补结石 一种呢 有势力的话 就来攻击白棋 而作为白棋来讲呢 需要在这边 有接应的话呢 那么采取这个尖的手段 需要扩张这边的时候 那么呢 就采取这个靠的手段 靠着这个 白棋呢 有这两种选择 本期这个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 讲解到这里